好的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又和大家见面了 同住技术人生路 血液中国新药魂 各位行业同仁 大家下午好 我是同血液的张蕊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血液直播间 那ASAP技术系列讲座是由南京海维医药特约播出 前两期 FreeSync总裁Walterman博士和我们同血液药学院院长肖百明博士 为大家介绍了稳定性预测原理应用监管和SHQE指导原则的更新进展 还有第二期 百季神州小分子分析研发部的人高阳博士 和南京海维医药创始人王立坤博士 就预测性稳定性及其在药物研发生命周期当中的应用 给我们进行了一些分享 那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迎来了ASAP技术系列讲座的第三期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强生个人健康护理亚开区副总监苏盛民博士 今天将为我们分享预测稳定性在新产品开发当中的应用案例 那苏博将对预测稳定性特别是ASAP技术 在仿制药研发OTC研发颜色稳定性的一些应用案例 给我们进行分享 同样呢 在直播过程当中 如果您有任何互动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提问来告诉我们 在分享后的写一问答环节 我们会邀请肖百明博士和王立坤博士一起 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我们总结凝练一下 现在看到大家纷纷在为我们的主播点赞啊 大家也可以这样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让我们先靠一波666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大家点赞的小手可以站起来啊 我们欢迎一下各位老师 那首先呢 让我们有请强生个人健康护理亚太区副总监 苏盛民博士进入直播间 我们先有请苏博 苏博您好 您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苏博您的麦克风没有开 需要开一下麦 好 谢谢张老师 各位写一同仁大家下午好 我们也非常高兴您可以做客 我们写一直播间啊 那其实我对您之前的背景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啊 其实我知道您在消费保健品研发领域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那OTC药物和个人健康产品的研发 我们和其他药物的研发相比 您觉得有哪些不同的点呢 谢谢首先啊 谢谢谢谢张蕊的介绍 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个童写一的邀请啊 也非常感谢这个肖博士和王博士的信任啊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能和我们这个药品研发的各位同人 各位同行一起在这边交流有关这个稳定性 以及这个稳定性预测啊 方面的一些应用啊 首先简单的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我叫苏盛明来自强生个人护理亚太区研发中心啊 那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啊 新产品开发过程当中的啊 分析研发工作啊 那么刚才刚才提到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新产 关于这个啊 OTC产品或者说是啊 个人健康护理产品和这个新药啊 我们的创新药啊 这个之间的一些各自不同的特点啊 我我也谈一谈我的想法啊 OTC产品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叫非处方药产品 那么它的主要受众呢 是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或者患者 和处方药不同的是呢 它可以在药房或者是在 甚至是在有一些超市 它可以在无需医生处方的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可以自行采购的啊 这是OTC产品和非和这个创新药产品 或者处方药产品啊 一个最显著的啊不同点 那么这个所以OTC产品呢 它这个从和新药啊 这个创新药产品相比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啊 安全它的安全有效性方面呢 实际上啊是同样重要的 也是同样受到关注的啊 但是呢OTC产品因为它的受众是广大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消费者 那么我们在产品的这个处方工艺开发当中呢 会特特别为这个产品的依从性啊 这个患从患者的这个啊 不同的比如说年龄啊 比如说儿童或是老年人 他们不同的各自的用药需求方面角度出发 特别的设计一些 适应于这样不同的年龄层次的患者的这样一些产品 所以呢在这一方面 可能是OTC产品或者是个人护理产品 它在产品开发当中和创新药产品有不同的考量点 嗯 那么这种OTC产品的开发啊 在这个产品的研发的过程当中 稳定性试验我们需要遵循的技术要求有哪些呢 啊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特别好 就是虽然说我们是OTC产品啊 是一块非处方药产品 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 不管是从国际上 还是从国内的注册要求来说 OTC产品它在药源方面 包括CMC啊 以及这个稳定性 当然也包括稳定性方面 我们遵循的这个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对于OTC产品来说 因为它这个在前端的开发过程当中 这个比如说它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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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不是新的化合物 所以在前期的非临床阶段 它可能有些是不需要进行的 或者相对来说时间进行的会比较短 那么所以呢 我们但是它的这个药学开发的要求 又和创新药实际上是遵循相同的规范 所以呢对OTC产品来说 它在新产品开发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就是既要快又要好 是有这么样一个特点 苏冠您这边的这个课件 其实是可以自行来控制一下翻页 对我们直接可以进入正题 好的 我们我相信各位同仁 对于这个相信各位同仁 对于这个稳定性试验 或者说比较常规的这个稳定性 我们需要在生炮资料当中体现的 这个稳定性的一些工作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在这边呢 也是先简要的给大家做一个 稳定性这个试验方面的这样一个概述 那么首先呢 这个稳定性实验的目的 这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同仁 应该都是相当的熟悉了 那么我在这边呢 也是引用ICHQEA中间 关于新原料药和制剂的 这个稳定性试验的这么一个要求 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和大家再一起回顾一下 那么稳定性实验的目的呢 它主要是提供原料药或制剂 在各种环境因素 比如说温度 湿度和光照 等条件上 等条件的这个影响下 这个它我们所关注的这个API也好 它的制剂也好 是否会产生随时机的这样一个变化 并且呢由此建立这个原料药 或者是制剂的它这个获夹器的信息 那么这是我们稳定性试验的主要的目的 那么稳定性试验的内容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了解的 稳定性试验以我们熟知的 比如说有这个影响因素实验 一般是高温 高湿 光照等等条件下进行的 那么一般我们在注册的方面 我们注册要求提交的一般要包括 比如说加速的实验 加速条件的实验 还有中间条件的实验 还有包括未来要写在产品的说明书 或产品标签上的标识产品 储存条件的这个长期放置条件下的实验 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常规实验范围里面 那么还有一部分稳定性试验呢 是和这个制剂 具体的制剂 或者是不同的制剂类型有一些相关的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如果是采用这个 半渗透的容器包装的一些 特别是液体制剂 或者是这个混泉液制剂 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半固体制剂 那么如果在这个半渗透容器当中包装 一般我们还要进行这个低湿状态下的 这个湿重的考察 那么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多量的这个剂情 那么你在你的一个单位制剂 可能不是一次用药就完成了 就使用完毕的 那么它的使用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一般也会要进行这个多质量使用当中的这个使用 用中文或者stability的这样一些研究 那么液体制剂或者半固体制剂呢 可能还会要考虑这个做一些动容的动容循环 或者是动容的实验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额外的要求 比如说是这个可能就是根据具体产品 具体这个不同公司或者是行业内部的这个要求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国内中国这个也是地大物国 这个在产品上市以后 这个你可能会从你的生产场地到全国各地的这个经销商 然后再分配到这个终端市场 要经过比较长的运输过程 并且在这个比较长的运输过程当中 你也可能会经历不同的温度条件 这个不同这个温度条件下的储存 所以呢可能还有一年四季的这个温差变化 你在不同季节售卖等等 那么还可以结合这些呢 可能还要考虑一些不同运输条件下的一些测试 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作为我们稳定性研究的这个一部分 所以我在这边提的这个稳定性研究的这个试验内容 是一个比较广义上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试验 可能会这个包含的这个内容 那么对于那么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对于这个结果的评价 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一般是用稳定性的结果 来作为一个货架期的支持 货架期的支持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 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标签上 所列明的你这个药品的这个有效70多长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存储条件 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品必须在怎样的温湿度条件下存储 你有怎样的存储条件的要求 这个存储条件也是从稳定性试验的结果中获得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支持这个安全有效性评价 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 比如说新药 现在创新药它有RND阶段 有RND阶段 那么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临床样品的 这个临床样品的这个稳定性来支持这个临床试验期间 它的这个临床样品的安全有效性的评价 这个也是我们稳定性试验可以提供的一些信息 那么再和各位同仁一起来回顾一下 目前我们在这个稳定性试验 在国内 这个或者是国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些相关的指导原则 那么IC 那首先就是这个IC区Q1系列指导原则 我相信这一部分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那么在国内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指导原则 那一个是中国药典 目前的现行2020版的9001这样一个指导原则 那么还有就是CDE在2015年发布的 这样关于化学药物这个原来药和致极的稳定性的研究指导原则 在借这次机会呢 我也是和各位同仁有一个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2022年下半年CDE也发布了一个征求一线稿 它是关于化学药品说明数据标签药学相关信息撰写的指导原则 虽然这个这份指导原则的它的这个标题 它并没有明确的涉及稳定性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指导原则当中 它为我们提供了稳定性研究 以及这个如何通通过怎样的稳定性试验条件 未来可以未来怎样来撰写化学药品的这个说明书和标签的储藏条件的信息 是在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呢 应该说是应该说是给了一个方向吧 为大家指了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上述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份指导原则当中 关于虽然描述了很多这个稳定性实验具体如何做 以及要做哪些条件 但是对于这个储藏条件 储藏条件当中温室度的要求如何书写 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或者是非常统一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在去年下半年CDE发布的这份 关于说明书及标签的指导原则的这个 征求意见稿当中呢 是给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 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应该说虽然还在征求意见当中 但是可能也是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未来 这个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吧 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说 就咱们传统的ICH稳定性研究 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 那所以面对这个时间成本的问题 这ASAP稳定性预测技术是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是的 是的 就是说到这边呢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新的征求意见稿当中 我们可能通常认为的这个中间条件 这个3065的中间条件 未来可能很有可能要 不但是变成一个中间条件了 可能变成一个长期条件了 所以呢 这个是未来就是传统上我们认为 可能这个 可能传统上我们可能认为 这个通过6个月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是否就能支持我24个月的这个 长期稳定性2560条件下的这个校期 那么在我们看到 从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 我们看到未来是不是还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相等效的这个关系 是值得大家关注和值得大家讨论和思考的 那么从这张幻灯片呢 我是想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我个人关于这个稳定性实验 和稳定性研究的一个想法吧 也是拙见和大家一起探讨 那么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这个 比如说加速条件 中间条件 或者是影响因素实验 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归类为 就是称作为这个稳定性实验 稳定性实验 因为这些条件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法规的要求 或者来自于行业的这个指导原则的要求 所以呢 它的条件是比较固定的 我们熟知的 比如说2560 3065 4075 低湿条件 就比如说低湿的加速条件 4020 3035等等 那么稳定 比如说高温高湿 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条件 那么这些呢 可能如果大家做的剂型 大家做的产品 就是比较类似的话 比如说固体产品 液体产品 那么大家去做的这个稳定性实验的条件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所以我称之为稳定性实验 因为它的条件是相对固定的 它的条件的组合也是相对固定的 那么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即使是开发同一个产品 同一个有效成分的同一种剂型的产品 因为这个你所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formulation 你的厨方可能不一样 大家的生产工艺 制造工艺可能不一样 有些可能是释法治理工艺 有些可能是干法治理工艺 有些可能是直接鸦片工艺 那么不同的工艺 它也会带来产品产品之间的差别 所以呢这就是说 如果你只采用这个传统的 比较固定的并且温湿度组合 比较有限的稳定性实验的条件 是可能是不足以获得产品 具体产品应该说具体产品 具体工艺 具体产品和这个特定工艺下 生产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稳定性的 比较较为完整的稳定性信息的 那么那么那么稳定性研究呢 就是从我的观点来说呢 它可能就是更关注于具体的一个产品 具体到它的这个formulation 具体到它的这个生产工艺 通过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稳定性研究的 或者说预测性稳定性研究的 这样一个试验的protocol出发 试验的方案出发 采集相当多的 在非常多放非常广的泛温速度范围 条件下的这个实验的数据 并且采用我们这个叫 采用我们这个叫 这个等转化模型这样 这个优化过的相较于传统的 Arenius就是Arenius function 这个优化过的动力学模型 在获得的这个稳定性 加速稳定性研究的数据呢 可以更好地获得 针对具体产品 它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信息 那么这个是我对这个稳定性试验 和稳定性研究 这两种不同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是相互相互这个 互用这个概念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区分的 就是稳定性试验呢 它主要是侧重于这个 ICH条件 这些比较常规的条件 或者是法规要求 注册要求的条件 而稳定性研究呢 一定是针对具体产品 具体处方工艺进行的 可以获得你这个产品本身 独特的这个稳定性 信息的这样一个研究 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SH加速6个月和SH长期24个月 这个稳定性的数据可能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我们用传统的SH加速条件 去评估长期稳定性是存在一定风险 所以苏果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更加细化的讲一讲 ASAP和传统稳定性研究 在包材筛选上的一个区别 可以 这个是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在产品开发过程 特别是处方工艺和产品开发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正如我前面提到的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非处方药产品 它的处方它的生产工艺有它的一些特殊性 那如果我们在前期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开发有好多个工艺 有好多个处方同时进行 然后呢我们还可能 如果你要为每个处方都考虑它的包材 并且再考虑它的这个放置条件的话 那么它的稳定性试验的稳定性实验 稳定性试验它所需要的这个实验量 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来通过比较少量的实验 就能获得这个产品 比较完整的稳定性信息呢 这个就是我们采用这个ASAP 这个预测性稳定性研究 这个帮助到我们在产品开发中 可以更快地获得这个稳定性的信息 下面我就这个可以给大家 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 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 如何通过这个ASAP的稳定性研究 把处方开发和包材 以及货架期预测相结合的 所以我们确实从这个时间和工作量上 ASAP稳定性预测都是更有优势的 那么在这个稳定性预测的具体工作流程上 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和传统的稳定性这个试验相比呢 传统稳定性试验 它一定是在这个包装完以后的样品上进行的 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如果为每一种需要考察的这个处方 都进行不同包裁下的研究 那么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巨大 那么这个ASAP它很巧妙地将这个 制剂本身的这个内在稳定性 和包装材料的阻隔性 这两方面的这个因素给它拆开 首先我们在这个裸置的条件下 通过不同的大量的这个不同的温室度组合 考察制剂本身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稳定性 它的这个动力学的参数 比如说它的这个活化能的情况 它的水敏感因子的情况 获得这个制剂它的本身的内在的稳定性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结合上这个包裁的 包裁的阻隔性能的信息 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模拟出 这个同一种处方在不同的包裁下 它的这个杂质变化的水平 以及它可能的这个货架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通过这个ASAP的这个 ASAP的实验呢 首先它是会根据这个制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也可以通过一些预实验的这个结果 我们首先开始会进行一些 这个加速的这个实验的设计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我们选择怎样的温度范围 怎样的这个湿度的加速范围 先建立一个实验方案 那么然后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在这个 通过这个具体实验方案呢 在把质极放置在 不同的高温高湿的组合的条件下 进行这个加速的反应 并且在这个反应的周期期间呢 进行这个一定频次的采样 获得这个样品 然后呢 把样品通过我们的这个HPLC也好呀 GC也好呀 这样一个传统的分析手段 获得我们需要的这个 这个代测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杂志水平 比如说这些 比如说外观 比如说甚至可以是 甚至可以是融出 等等这样一些物理的这样一些结果 然后呢 把这些结果汇总到 这个ASAP的软件当中 通过建模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 质极本身的内在的 这个稳定性的信息 那么然后再通过 这个添加不同的包裁的信息 在软件中选择不同的包裁信息 结合之前获得的 质极的稳定性信息 我们就能够预测 同一款之际 它在不同的包裁下的 这个货架器的通过率 嗯 所以苏伯您刚刚提到说 ASAP设计的温度 是在50到80度之间分裂啊 这个温度要比 SH加速实验的温度高很多啊 嗯 是的 是的 这个我想这个正是这个 正是这个ASAP 它这个软件的一个 显著的特点吧 显著不同于我们 啊 ICH放置条件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也知道 ICH的放置条件啊 即使是啊 加速的条件 可能一般也需要存放 三个月到六个月 而我们通过ASAP 在ASAP所提供的 在更高温度条件下 比如说50度到80度的条件下 啊 加速这个化学反应 或者加速这个 嗯 加速比如说降解 或者是啊 主成分的降解 或者是杂质生成 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使得 使得这个 我们可以获得的 这个杂质水平 或者是 嗯 降解的这个程度 显著的 嗯 增加 那么 这样可以显著的缩短 我们在稳定性时间 等待的这个事件 嗯 那么可以 下面呢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的案例 嗯 首先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 嗯 首先给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案例呢 就是 可能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啊 我们采用 这个ASAP 这样一个技术 嗯 为一个固体产品 固体制级产品 当中的 两个杂质 啊 杂质水平 做了一个预测 啊 那么 嗯 我们首先呢 也是通过这个 呃 ASAP的这个 嗯 实验的 方案的设计啊 在 在 从温度 是从55度到70度 那么湿度 是从 百分之 可能 是从百分之 啊 从非常干啊 可能从百分之零 一直到百分之 啊 百分之八十左右 这样一个非常宽广的 温室度组合的范围里面呢 进行了 啊 一系列的这个实验 那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 在不论啊 在各种温室度组合下 这个杂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 一个增长的啊 啊 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那么回到 通过这个实验的数据 我们回到 这个 啊 ASAP的软件当中 那么我们获得了啊 这个 嗯 这个一个 牛眼图啊 是阿雷 阿雷尼乌斯的牛眼图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 啊 它的 活化能和它的这个 嗯 湿度因子 实际上都是在 嗯 一个比较 啊 比较常规的一个范围里面啊 那么 那么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 同样的我们也为另外一个杂质啊 杂质二建立了相应的 一样的这个 嗯 嗯 稳定性的模型啊 嗯 通过这个建立以后的这个杂质的 稳定性的模型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啊 可以预测这个 这个 两个杂质 它在两种放置条件下啊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长期啊 我们的2062560的放置条件 以及我们4075的放置条件下啊 它的这个在 分别是在6个月和12个月的杂质的增长水平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我们这个例子来看 ASAP给到的这个预测的结果啊 和我们这个实测的啊 这个结果的数值啊 是非常接近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两个同时呢 我们也 也 也在这个 呃 处方上啊 模拟了四种不同的包材 采用四种不同的这个啊 泡罩的包材啊 包装的情况下啊 预测了它 他们能通过 通过这个6个月加速和啊 2560条件下啊 我们预期的这个货甲期啊 我们想要的那个货甲期啊 情况下的这个通过的概率啊 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想在在我们这个啊 在四种包材条件下 实际上这个杂质的通过的通过的概率都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通过通过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在这个完在基本上啊 完成实验室小事阶段就可以确认了我们未来想要用的这个啊 处方和包材啊 那么啊 并且呢我们在啊后续的工作当中就是实际上就是并没有在并没有再去等待啊 这个稳定性的结果啊 是就是啊 在这个这个处方工艺开发就一直在啊不间断的往前走啊 没有没有把没有再把这个稳定性的结果当作一个啊 我们这个判断的判断前进或者是停止的这样一个指标啊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我们只要在前面啊 在之前第一步啊完成这个啊 通过这个温室度组合完成获得这个积极的内在稳定性啊 信息以后呢啊 很容易就能再配上这个 再配上这个软件内置的不同包材的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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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的信息 我们就能很快得到在不同选择不同包材下它的通过概率啊 这个是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的实验的时间 也可以节省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资源的消耗啊 嗯 所以其实松博从您刚刚这些验证的结果来看 Azap 对于有关物质的预测是又快又准 那药物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特征 和包材的种类存储条件存储的时间 还有起始制剂的水活度都相关 那通过Azap进行包材的筛选 各种存储条件和包材的排列组合 对我们稳定性的影响也是一目了然 这确实是一个帮助决策的好方法 那您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案例啊 都是有关于布置呈现线性增长的 那您还有没有一些更加复杂的 降解动力学的问题给我们分享吗 对的确的确是有的啊 就是刚才我刚这个也是回到我刚才的 自己的总结的一个拙见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稳定性的研究 是针对具体产品而言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一开始 对于这个Azap软件的理解 可能是也仅仅是停留在就是就是它能够加速我们这个常规稳定性试验的这样一个时间上啊 但是呢随着我们对这个Azap软件使用的深入啊 包括并且在更多的项目上运用到Azap软件以后呢 我们发现Azap软件 它Azap的这个稳定性加速稳定性的试验 它不单单能够节省时间啊 它也能帮助我们对制剂啊 有一个制剂的稳定性啊 有一个这个更深入的了解啊 包括啊啊 比如说杂志的增长和杂志的一些变化规律啊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 的确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Azap的超快速的这个预测性的稳定性实验以后 对我们的产品发现了一些不那么经典的或者不那么常规的这个杂志变化规律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个这个杂志啊 通常来说杂志的规律一般是就是随着温度和时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它是一个增长的关系啊 湿度越高它可能长得也会快啊 如果温度越高它也会长得也会快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它我们生成的杂志呢 它可能存在一个二次降解或者是先变成杂志一 然后杂志一呢在某些情况下它又会变成杂志二啊 它是一个二次降解的有存在一个二次降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啊这一张这一张幻灯片我也是啊这个这个这个也是借用王博的啊 一张幻灯片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啊介绍 也就是说在因为你这个第一步第一步的生成和第二步的降解 它的速率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可能在具体的表现方面 也会呈现不同的结果啊有可能是如果你只观察第一个杂志 你可能会发现啊它先增高然后再降低 如果你但是如果是第二个第二第二第二的降解非常快 那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啊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况 你可能第一个杂志几乎很难观察到而直接观察到的是它的二级降解产物的一个增加啊 这也是给大家啊也是我们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啊 呃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啊通过这个使用这个ASAP软件啊 获得的一些新新的新的新的论领啊 那么我们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具体的案例啊 我们在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会发现在50度啊在50度啊在55度60度啊65度的这个啊温度范围当中啊 特别是在啊湿度特别高的环境下啊 大家会明显的看到这个杂志的水平是随着时间是一个负增长的关系啊 啊这个是我们在啊之前的通常规的稳定性试验的条件下啊 啊稳定性ICH稳定性YCH稳定性条件下是很难观察到的啊 啊这样一个情况啊啊 那么通过通过ASAP的这个啊实验呢 我们观察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啊 并且也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啊 然后呢我们后来也发现啊 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二次降解的这样一个啊 啊激励在起作用啊 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ASAP这样的软件 可能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常规的稳定性试验 那么可能会发现的结果呢 就是啊杂志的波动啊杂志存在杂志水平存在一定的波动 或者他啊他这个啊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 他的规律啊不是非常的一致啊 啊都会都会造成我们这个对稳定性试验结果的这个评估和解读造成一些碰祸啊 然后通过ASAP 那我们发现啊是理解了他的激励以后啊 啊这个解释把这个啊再然后再解释这个杂志的变化规律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嗯第二个也是第二个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啊一个案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嗯我们发现啊有一个杂志 他在这个嗯六十度六十五度即七十度这个水平下呢 他是嗯有轻微的变化规律 嗯 然而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如果看同一个温度水平下 啊比如说六十度和百分之六十度百分之七十五十度和六十度啊百分之三十十度 我们会发现他在低湿度的环境下的增长速率是要比他在高湿度上的增长速率还要快的啊 啊这个也是可能是嗯不是那么一个特别经典的这样一个杂志变化的情况啊 一般我们可能会认为温度和湿度和杂志的这个增长都是一个正相关的啊关系 那但是呢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有时候啊并不尽然啊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杂志它是一个低湿敏感的杂志啊 它在低湿度的情况下反而会比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增长的更快啊 那么那么那么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获得的一个啊 啊获得的一个收获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控制低湿的和这个在比较广的这样一个温度范围里面进行这个考察呢 嗯比如说大家比较啊常用的啊就比如说这个高温的条件或者是50度60度这样一个类似于影响因素的这样一个条件考察的话啊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温度敏感的杂志啊 如果你对湿度没有没有一个这个啊验证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可能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高温敏感的杂志 因为通常我们在这个做影响因素的时候高温影响因素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可能是不控湿度的啊 那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水流温度的升高它好像杂志是变得越来越大了啊 但是实际上如果加上温度的加上湿度的这个因素你会发现的确它对湿度低湿是更敏感的 而而对而对温度的变化实际上在我们常规的湿度下它并不是那么敏感啊 这也是啊我们通过这个啊使用这个ASAP软件啊对这个一些不太经典的发现了一些不太经典的啊 或者说不是那么常规的这样一个杂志变化的规律 其实这些案例非常有意思啊 就我们看原来两极降解动力学偶合起来能够呈现出这么多不同的有关物质变化的特征 那不但有可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也有可能是呈现着随着温度湿度的负相关 就我们刚刚看的乍看起来啊是和阿伦尼乌斯降解动力学的理论相背 但实则是暗藏了玄机 那苏伯 OTC产品通常是我们患者自行去购买 那么产品的外观是否就变得相对重要了 那ASAP这条方法能否进行外观方面 比如说像颜色稳定性的预测呢 这个问题也是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也是随着我们对这款软件和这个预测性稳定性研究的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或者是更多的使用也慢慢在拓展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一开始从我们这个从化学降解杂志的增长 比较经典的这些变化规律动力学变化规律开始 我们也在慢慢探索说这个ASAP能不能应用于一些这个其他的场景 那么例如说这个外观的变化 因为OTC产品它的这个外观可能是一个 我们以颜色举例吧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受到消费者关注的一个因素 为了为了虽然说外观可能在通常情况下 它不是一个如果作为这个这个我们说 创新药或者是ICH的角度 它可能不是一个CQA 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 它还是一个挺重要的需要关注的一个指针 那么从通常来说呢颜色的变化 它的背后一定是伴随着一定的这个物理啊也好 或者是化学可能也有化学的一些变化 它可能背后的机理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在那么另一方面呢 对于颜色的这个测定来说 它一般是通过光学的方式进行测定 和我们常规的采用这个色谱法 采用这个比如说重量的方法 比如说低定啊 或者等等这些化学测试的方法 相比它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比如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测定颜色的方法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个ICE的LAB色彩空间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通过色度仪来获得这个颜色的LAB三个维度的信息 那么L维度呢它是一个亮度的信息 那么A和B是两个颜色维度的信息 那么通过这三个三个坐标吧 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坐标的这样一个信息呢 我们就可以来表征用一个客观的数值来表征一种具体的颜色 在我们的具体的实验当中呢 我们也对这个颜色作为 把颜色作为一个这个实验的 一个测定的这个最终的指标来进行建模 来考察这个颜色的改变 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我们加速稳定性 我们的这个预测性稳定性这样一个手段 来进行指导我们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还处在探索阶段 今天也是把一些初步的结果和各位同仁进行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它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产品 这个从它一开始在稳定性零天的时候就测定了它的颜色 那么随后我们再通过这个 我这边没有放这个之前之前的那个图啊 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的高温高湿条 超高温条件 并且结合不同的温湿度温度的湿度的条件 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那么测定了不同实验上 不同试验条件结果下不同试验条件下的这个产品的颜色 然后呢回到ASAP进行建模 那么那么从这个我们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到呢 实际上对于4075的加速条件 ASAP还是给出了相当相当接近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预测的结果啊 实际上我们和我们的具体的测试结实际的测试结果相比对是非常接近的啊 但是呢在这个长期的2560的放置条件下 实际上ASAP给出的结果是更保守的 或者说是更更倾向于这个这个保护保护保护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角度啊 就是实际我们观测到的颜色变化是比较非常轻微的 而ASAP给出的结果呢会相对高一些啊 那么我们呃这个从我的角度呢 就是说我觉得虽然说还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仍然对我们产品开发 特别是早期的呃处风开发阶段的这个 比如说呃这个这个呃色素的选择啊 外观的这个选择啊呃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呃指导性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 好这个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啊 啊我们采用啊ASAP这样一个软件啊所进行的啊关于产品的啊杂志啊 关于产品的这个外观方面的这个预测性稳定性研究的这样一个分享啊 案例的案例的分享 嗯 nucleaire的因为应该一个详细ی选的 。嗯 嗯 那实际上最后呢 就是也是一些总结和思考啊 留给和各位同人一起探讨 那么我们通过IC2稳定性可以获得的这个稳定性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啊 因为他的温室度组合比较有限 那么第二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们通过ASAP就可以在宽广的温室度范围内 这个优化动力学模型 然后再通过获得自己的内在稳定性 并且可以通过 再结合不同包裁的组合性信息 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 在各种SH条件下的 这个包装稳定性的信息 那么一些思考 那就是说我们怎样更好的利用这块软件 利用这样一个 当然软件 在结合我们对产品的认识 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产品的开发 今天这些就是我和大家要分享的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 同样我们也非常感谢苏伯您这些专业讲讲 案例还是非常详实的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写一问答环节 已经看到观众有很多的问题了 那让我们邀请童写一药学院院长 肖百明博士和南京海维医药创始人 王立昏博士 我们一同进入直播间 我们来解答一下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请所有的老师 一起进入直播间 我们有请导物人员切换一下 我们所有老师的画面 也特别辛苦啊 肖伯和王博在后台后场很久了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一起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 老师都已经上线 那苏伯好 肖伯好 王博好 现在我们观众朋友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 那接下来我们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再继续的探讨一下 我看到有观众其实是在问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用专业软件嘛 这个我看刚刚苏伯已经答过了 是需要用的 那我们针对苏伯刚刚您的案例一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您说案例一当中只需要做裸包装下不同的温室条件下的数据 那再结合软件内置不同的包裁性能 那就可以预测不同包裁下的稳定性数据吗 谢谢这位老师的提问 就是从我们已经实践过的案例当中 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方式 那么我们先通过实验设计 再通过这个裸置状态下的这个 裸置的不同温室度条件下的组合的实验 就可以建立这个杂质增长的模型 然后呢再根据软件内置的各种不同包裁的 组合性能的数据 那么就做一个结合 就可以获得这个霍甲器的预测 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请王博给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 具体的这个对这个这个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好的谢谢苏博苏博讲解 其实我觉得这位老师他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可能是这个我们数据库里的这个包裁的组合性能 是不是对咱们就是真实的 比如说成炮之后的这些个包装的 它组合性能是有代表性 那么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讲 那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像苏博来讲的 其实这个不同的组合性能的包装呢 它对水的组合呢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讲PVC和阿克拉 它可能是数量级的一个差异 那么阿克拉和冷铝呢 它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差异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某一类包装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会有差异 但是不会对我们稳定性的这个结果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 就是说数据库里面呢 其实作为筛选用是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更细化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实测 每种成型的这个包装呢 它的这个MVTR 就是每天呢 每个包装透过段毫克的水啊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呢 我们把它带入到模型里面 就可以进一步的再去细化 就是整个的一个这个 对于不同的这个包装的产品的 稳定性的一个预测值 萧博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没有什么补充 这个太专业了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观众的其他问题啊 这个也是先问到了苏博说 在加速实验当中 主风产生了内置杂志 那该杂志先增加 后随着内置的产生 局部PH增加 后内置杂志又在减性条件下 开环产生主风 杂志稳定性趋势表现为 先增长 先增长后增加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研究呢 申报时又需要提供哪些研究材料 会不会受到挑战 谢谢这位老师的提问嘛 我觉得就像我在我分享的一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二次降解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的确是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在杂志研究当中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啊 特别是像这位老师提到的这个情况可能比我们比我遇到的这个情况更为挑战一些啊 那它的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动力学的变化 那它还有一个因为动力学造成的这个局部PH的一个改变啊 可能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可以和我们这个这个王博一起来探讨一下设计 怎样设计一个具体的实验方案 针对一个这样一个具体比较复杂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形 关于这个申报资料方面实际上我我个人也是比较好奇 就是说或者说也会也和借这个机会也和大家一起探讨说 我们未来这个在申报的方面有没有可能也利用到我们这个预测的这个加速稳定性的这样一个结果来帮助我们的申报啊 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啊 对我们观众还说了啊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他说是先增加后降低 我们王博再補充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大的可能性呢就是 他的这个杂志呢其实可能是一个具体 那么比如说我们见过的有些例子比如说变成二具体 那么二具体的话呢就是说他在解开 解开的话呢他又变成了这个主峰 那么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比较复杂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设计实验取得点啊 而且取得比较多 那么这个是一这个这种类似的问题的一个特征 再一个的话呢我们用到的温度的话呢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说接近于我们比较低的温度 接近于我们的存储温度啊那么就是更能够这个在比较低的这个温度呢能够探测的到那么就是说一级的这种杂质的生成还有这个杂质本身的这个二次降解它是随着这个温度湿度啊还有局部的环境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建立一个二次降解动力学的模型 相对呢其实可能是比较复杂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依赖于一个就是说非常接近于长期稳定存储的这样一些条件去判断啊 肖伯有没有补充对这个问题 好的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不稳定性的降解物 那么在不同条件下稳定性 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在某一种相对稳定的分析方法中间的这个环境 然后研究了它在四种不同温度下的这个动力学研究 那么通过这个动力学研究呢我们发现了它 有一个是通过一个中间态的就是动力学prefer的这样一个过渡态 然后最后到一个热力学稳定的最终态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听起来这个案例呢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局限于我们的ASAM模型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引入更多的变量 比如说它强调Pi区啦这个温度啦 它提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温度啦等等条件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ASAM模型呢 也是作为一个补充 也是就是像结合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软件作为一个DOE 那么我觉得呢 在第一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leck-Bowman这个实验 我们找到Individual的这样一个自变量 发现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区间 那么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区间 在某一个区间它是单调针的函数 在某一个区间它是单调针的函数 我们把这些区间都找出来以后来identify 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需要的变量 这是一个 然后在这个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更进一步的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BD啦 或者CCD这些具体模型 在探讨它的设计空间 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 就更加有针对性 我觉得做这一点不错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观众问题吧 我看他发了重复有几点 他问到说ASAP中R和Q方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Fitmaster中不同模型概率相差较大 那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我可以答 因为ASAP里面它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动力学模型 有这种线性的 有这种自摧化类型的 abromi 还有diffusion类型 那确实有像这位听众讲的 那么他讲的就是说R方Q方都蛮好 但是我们究竟选哪种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我们其实是最好是要对这个反应的基底要有所理解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就是说速率上面会越来越快的一个反应 那么还是就是说这个速率上会自己限速的一个反应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去问一下 请教一下合成的同事是吧 或者药物化学的同事 他们就会比较清楚啊 那么如果单纯从动力学的一个角度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大伙可以在这个每一个加速之后的条件的话呢 把这个Fit的这个模型Fit的这个零食的这个值和实测的零食值做一个比较啊 那么如果Fit的这个零食值呢和这个实测零食是相差比较多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hint 就是说这个模型的不太合适啊 如果Fit之后的这个值和我们实测的零食值很接近啊 那就说明了这个模型是比较适用的啊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个这个加速之后的一些个数据啊 那么特别是说是你比如说4075下面 哪怕有一个月是吧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数据呢 去来验证啊 那么哪一个模型呢 其实会比较度更好啊 那苏博肖博针对这个问题有补充吗 嗯 我就我想补充一个点啊 就是说R和Q它是一个单一指标 实际上它只能反映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拟合度 情况是如何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对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上 它的这个拟合的 你预测的值和我们真实值的这个差异是多少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会比这个单只看R和Q更重要啊 就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做线线回归的时候 我们会看R等于几个9 但是实际上有可能你的9很多 但是不见得你的这个回归的那个数值 就是你从直线上获得的数值的确回收率会很好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还是要侧重权衡说 到底哪一个对你的这个实验更重要 刚才苏博这个补充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补充的非常好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意见 我们实际上在分析方法中间很多在这个方面是发现有问题的 对我就不多具体的这个参数了 那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呢 也请肖博针对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直播吧 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谈总结的谈不上就是压力太大了 苏博这个王博 昨天这个高博和这个沃尔文他们是真正的专家 那么我觉得我要讲总结的话 就是在他们跟前把门弄死了 那么我还是换一个角度 我就是从我们做 反正昨天我也是在线上作为观众 那么第一天和今天呢 我是作为也是就是参与参加一些点评 这个我想还是转一个换一个角度 我作为我参加这一次的线上讲座 我有什么感想和体会 这样的可能没有压力啊 这样行吧两位 可以没问题是吧 可以我想第一就是讲到 作为一位研发的老同志了 走过了这个几十年的这个道路 我感觉到咱们先要研发这个步伐上 真的很快 真的是日行月异的变化 这是我们也感动了 我们一起分发的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那么从我们整个的报告开始 从第一天沃尔文的一些理论 对吧对一些阐述 然后到昨天高博的一些很多的案例 从中间起始物料到API到原料 也讲到从R&D不同的阶段 到NDA 那么今天呢这个苏博重要不同 又是把它跳到另外一个角度 又是从OTC的角度 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没有根本差别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 也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这个API和制剂之间 以及我们整个最终产品的包装材料 从昨天高博和今天苏博都谈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又是我们这个 ASAP模型的一个重要亮点 那么苏博今天又提到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点提得非常好 他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平时那个 比如根据ISH 去QEA里面产出的那些实验呢 就是更多的讲的那叫稳定性实验 而我们ASAP模型做出来是真正的稳定性研究 也就是我第一天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讲的那首歌的名字叫 让我告诉未来自己命运自己主宰 也就是想到我们假设一个孩子 他在学龄前的时候几岁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他成人以后 他适合干什么 他适合穿什么 他适合做什么 我们那时候就能够有一些针对性的 为培养他做一些准备 对吧 而且我们可以反过来 来验证他和 这个里面讲到的 长期稳定性的吻合度 我觉得这个不得不说 是一个很伟大的国民 这是在我看来 对吧 所以我这个觉得是我们学习的 就是今天苏博这个话 点 话中点进 点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么第二点我想讲 我们的新药开发不同于反药 那么我们这个反药做了这么多年 实际上 有的时候他说不了我们的手脚 闷住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等于就是说 有的时候越做越呆了 就是我们就是要 就是什么叫一致平价值 我们要跟反药做的一样 他如果是个加尊犯 我们也要做加尊犯 而新药是一个完全要打开你自己的视野 用科学指导我们的实验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 ASAM模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model 用于我们这个这样一个新药的研发 那么就是刚才这个昨天这个高博讲的 从R&D阶段一直到整个NDA in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所以它是随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 那么就是说 这本质上的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基于这个风险评估上的 DOE Design of Experiment 它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温度 我们的湿度这两者就是作为代表性的 我们的风险更大 当然后面我们讲的还有很多的模型 二次降级啦 非现金啦等等这些东西 有针对性的 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果断的接受什么 果断的接受那种聪明加蛮干的这样一个研发 所以用科学来指导我们的研发 那么无疑 那么ASAP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 这是我的感想 那么第三点我讲的Dr.Volgerman 那天晚上提到了一下 我们根据他我们的问题 他提到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balance balance什么 我们的rules跟这个science之间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法规和科学之间的 不断的这个平衡 那么他也长了两三年呢 这个ICHQEE里面 可能要include我们这个ASAP这样的一个指导 对吧一个一个研究 但是我个人认为什么呢 他们两者这个ASAP模型 它不会取代我们现在 一些稳定性里面的一些这个实验 那个稳定性实验刚才跟安苏博讲的 它无疑从科学的角度 正对性的研究 作为I-SH我们现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觉得这个实验有相当的意义 对吧 第三呢就是我想到我们现在国内啊 这个不管国内国际现在 药物研发行业还有整个其他的行业 都处于一种类卷的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是还是比较闷育的 我们用现在的形式来讲是高天滚滚寒流级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科学指导我们的研发工作 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上面 我们能够做大的贡献 我相信我们会迎来大地 微微暖气吹那样一个春天 美好的春天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我就讲这些 谢谢小五啊 就是听完以后 每次都还特别的提振人心 给我们带来那些希望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苏博王博 您给我们带来这些分享和解答 确实我们这三期的ASAP技术系列直播 今天虽然是最后一期 但其实不是一个结束 我觉得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也让我们期待更加丰富 更加精彩的ASAP技术 能够在我们写一直播间 再继续的一些分享 同时呢 我们也再次感谢南京海卫医药 对本系列直播的大力支持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也先请几位老师后台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今天可以点击接触 谢谢 好 如果大家没有及时看到我们之前的直播啊 可以再点击一下直播间右侧的添加助手 我们来邀您进直播交流群 可以再继续的交流探讨一下 还有关于直播回放 直播回放只有在微信小程序上才会有 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同写一 即可获取我们全部的直播内容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写一的官方微信号 第一个是同写一微服务号 后续我们写一直播的宣发主要会在服务号上来进行发布 所以有关注直播的朋友 大家关注一下同写一微服务这个号的动态 那第二个是同写一的订阅号 主要是做行业媒体 发布我们行业的一些重大新闻 行业分析的重磅文章 那第三个是写一宣发号 主要是发布我们中国新药行业内的大事要事 重点关注企业的融资情况 人事人命 还有国家发布的一些行业新规制度政策方面的内容 那第四个是同写一包太个号 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 另外如果您有什么企业宣发媒体合作需求 也可以加一下页面右下角我同事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好了那最后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和陪伴 我们这三期的系列直播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我们也期待下期的分享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写一是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 随性潇洒行简而易分 2004年10月 一个寓意同写一的论坛在北京成立 并以2012年升化为同写一新药英才俱乐部 同驻技术人生路 写一中国新药魂 这是同写一的初心 也是同写一成立十周年活动的主题 十年的默默耕耘和专业坚守 使得同写一在医药行业开始崭露头角 从那以后 同写一陆续在北京 华东和华南设立专职机构 同时 制药化学反应和工艺专家委员会 BD俱乐部 临床研发俱乐部也相继成立 围绕医药研发创新的各种主题论坛 接连成功举办 从樱花浪漫的五大校园 到禅味十足的蔫花湾 从天堂苏州的独树湖畔 到道教发源地青城山 从宝岛台湾 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同写一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并且迈向了国际 仿制药一致性停价 中药经典民方开发 医药项目的合作与投资并购 新药中美双报 四加七药品集裁 每一次医药政策巨变 每一个行业热点涌现 同写一都会勇力朝头 在第一时间汇聚一线一流人才 为产业链行 帮企业赴兰 高山流水玉之音 彩云追悦得知己 上百期的论堂活动 一次次同写一人相聚 行时的交流 各书己见 尖锐的碰撞 启迪灵感 描绘出义符符 行神兼备的新药研发 血液化 在医药的圈子里 同血液早已成为 众多新药研发英才的精神家园 成为中国新药思想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这里空城服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抽象的报告会变得失意茫然 枯燥的案例会化身成为舞台剧 经验的分享更是温情流露 感人至深 在这里深邃的目光能看到世界新药动态的前沿 在这里开阔的胸襟 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 明西各国政府分繁的药品注册法规 在这里 药物新把点的发现 新工艺路线 临床试验都成为了艺术 跃动在了科学家们的心间 正是这些有远见和使命感的新药研发英才 为我国的新药创始带来了勃勃生机 借此机会呢 我对童写艺 新药英才俱乐部 在15年来 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 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产TD1抗敌新药带相继上市 为癌症患者带来了深的希望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开始替代进口产品 汇集广大百姓 西达本案等自主知识产权新药的陆续获批 实现了从中国新药 向全球新药的转变 与此同时 信达生物 军事生物 微星生物等一批优秀生物 新药公司受到资本市场侵害相继上市 让中国医药从制药大国走向制药强国 让我们的新药大国梦成为现实 这是同血一人的报复 也是同血一人的实力 更是同血一人的使命 我坚信同血一人一定能汇出最壮美的新药画卷 让世界为之赞叹